年爸爸 新年快乐 鞭炮生生迎新春 炉生悠扬贺心碎 新年快乐 大山深处的贵州省前东南 苗族洞族自治州雷山县 热情的苗族姑娘们 换上节日盛装 伴随着悠悠的炉声曲 翩翩起舞 街向深处热闹的集市 团圆餐桌上 一道道充满年味的美食 都彰显着人们 辞旧迎新的愉悦心情 安妮姐 姐姐们新年快乐 新年快乐 新年好 这两个小宝贝的衣服真漂亮 是 你脖子上就挂这么多 重不重呀 重不重 不重呀 它这写的小福字 这种可以展示一个 自己的智慧 很多智慧 妈妈的智慧 还有作为一个女孩的智慧 全部体系在衣服上 所以她累她也说 可能不会累 我看看 你的衣服上面是什么呀 龙 它知道这是龙啊 龙的话是祥瑞的象征 苗家人是特别重视 花草啊 鸟兽什么的 对 三岁到七八岁这样有一套 七八岁到二十岁之前吧 二十岁有一套 出嫁左右是不是 对 还有一套呢 就是穿到老 哦 明白了 一生有三套这样隆重的这种盛装 猫猫河村 坐落在雷山县丹江镇 猫猫河谷半山腰 杨阿妮大姐 正在为村寨里的小朋友们制作新衣服 苗家人的新衣 图案非常讲究 多子多福的石榴 吉祥如意的龙纹 福禄安康的蝴蝶 一针一线 亲手绣上的每一个纹样 都承载着满满的祝福 我们苗家姑娘就是 从小的时候就不能剪头发 就把头发留起来 在苗家的话 就是头发越长越好 是这个意思是吧 对啊 瞬间这精气神就提起来了 是我的花漂亮 还是你的花漂亮 我的花漂亮 我给你换好不好 还不换 换上苗家人的衣服 梳好精致的发际 杨大姐带着味道调查员 为晚上的春节家宴 做起了准备工作